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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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CINDY 今天的影片又是一個 新地急診室化妝無難室 是的你們敲碗敲到破的野神眉終於來了 我對不起大家欸真的是先露奶道歉 不知道這個影片會隔這麼久才出 那如果你對基礎的眉型或是一般的眉毛畫法 還沒有概念的話可以先點 右上角的地方去看第一集的基礎眉毛講解 還有關於你的臉型怎麼選眉毛 這一集呢就是算比較進階版的野生眉畫法 那你看完這一集再回來看 就會有一種基礎到進階版的感覺 首先呢什麼叫做野生眉 我個人的定義是就是有自然絨毛感 然後毛流線條明顯又濃厚的眉毛呢 我會稱之為野生眉 那我們可以看看昆琳阿或者是Lidy Collins的照片 他們都是很好的野生眉的示範 而且剛好Lidy Collins是深色髮 昆琳是淺色髮 那你就會發現其實不管是深色或是淺色的眉毛呢 都可以畫出這種毛流野生感 從他們的照片中呢其實可以發現野生眉呢 要畫得好有以下幾點要素 第一個就是向上飛揚的眉頭毛流 第二個是邊界不死板的絨毛感 最後一個是濃厚卻能跟髮色互相搭配 那對我來說呢他有一種野生眉是比較偏 你知道失敗的那種類型 那我會想要舉誰的例子呢 是我們的敖拜先生 你看敖拜的照片就會發現他的眉毛是一個全部都往上揚的毛流走向 這種眉毛呢就是不但跟原本的天生自然眉毛的毛流大相徑庭之外 就是會非常的奇怪 因為我看到坊間有一些野生眉操作 他們畫出來的照片呢 最後都會把他的眉毛毛流全部往上輸 就是真的是很像敖拜那樣子 可是我就覺得那個 嗯...no no 不OK耶 這樣真的不會看得出你毛流的走向 或者是說有那種自然蓬鬆的感覺 講解完我個人對野生眉的定義呢 跟一些基本觀念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進行到教學的部分了 那第一個步驟呢 其實在上一集也有簡單的提到 就是大家必須要先修修整一下自己的眉毛 就是比如說你眉頭有雜毛啊 或是眉周周圍附近有雜毛的話呢 你就是還是要簡單的修一修 然後提一提拔一拔 不能就是說喔野生眉 那我就是真的放任他生長 很很很真的野生在野外動物區的感覺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們是一個雖然號稱野生眉 但是也是精緻的野生眉 再來就是工具的部分 那今天會用到的工具有以下幾樣 眉刷眉粉液態眉筆或極細眉筆 睫毛打底膏或染眉膏 還有一支就是螺旋梳 首先第一點的要素就是邊界不死板的毛絨感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捨棄掉用眉筆來畫眉毛 改用眉刷加眉粉的這個組合呢 製造出一個毛絨絨的眉毛感 避免眉毛的邊界呢變得非常的死板 但是要注意因為我本身算是眉毛就有毛的人 那如果你跟我不一樣就是你本身的眉毛量非常的稀疏 或甚至沒有的話 你還是可以先用眉筆稍微定個型 讓你知道你大概要畫這樣的眉型 再使用眉粉 眉刷呢我特地就是找了一支 跟大家平常使用的眉刷不太一樣的那種刷型 因為這種比較厚的筆刷呢 才可以好好的暈染邊界 讓它有柔霧感 如果是一般的這種眉刷的話呢 你很容易邊界又會變得太銳利 那我們捨棄眉筆改用眉粉畫的意義就不大 所以呢第一步就是我們先用這個眉刷來沾取一般的眉粉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上色 這邊的上色就是你可以從眉中先下手 因為通常眉中呢會是我們眉毛顏色最深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從下面就是我不知道這條應該叫什麼線 反正就是眉毛下方然後往上暈開 因為最深的地方呢就是眉中跟眉下緣 因為我們有毛嘛 有毛的話你燈光照下來其實下面是會有一些陰影的 所以最重的部分呢一定是在眉毛下緣跟眉毛中央的這個地方 然後你就慢慢的暈染上去 去把那個眉型打底出來 然後啊眉尾或者是你想要加深的地方 你可以再用深一點的顏色去鋪 淡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我們後續還會再上其他步驟 所以也不用太多就一點點 先把整個眉毛的形狀大致的勾勒出來 打完基本的底之後呢 第二步就是向上延伸的毛流感 這一步呢非常的重要 因為有些人的眉毛會缺角 或者是說有些地方沒有眉毛 甚至你整一條整條眉毛都沒有毛的人 就非常需要這一步 你要順著眉毛的毛流方向呢 去畫出你想像中那個不存在的眉毛 一般眉毛的毛流是怎樣的呢 就是眉頭是往上 眉中是平行 眉尾是向下的 這個呢你只要仔細觀察你自己本身眉毛的走向 你應該就會蠻清楚的 那我本身有毛的話呢 就是填空就好 像我左右邊眉毛就是雖然有點高地眉 但是我在上一集有講過說高地眉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整體要看起來平衡 那我是因為右邊的眉頭上方沒有毛 但是左邊有 所以這個兩邊不對稱的情形又會更嚴重 所以通常我都是填我沒有毛的地方 如果你沒有缺毛的話 就你本身的眉毛就長得非常好 得清除後的話 就不需要特別補 然後呢我們現在就是看到我的眉頭這邊是沒有毛的嘛 所以我們要先往上畫出眉頭 這部呢就是看你個人選擇 你想要用液態眉筆也可以 你想要用極細的那種眉筆也可以 大家順手就好 不一定要按照我的產品 美中是平行的 然後像我這邊有一個缺角 我把它貼起來 美中平行 眉尾向下 然後像我這邊的眉尾也稍微稀疏一點 所以我這邊也會去畫出毛流感 然後畫完這個毛流感之後啊 你就可以看一下你的眉毛 有沒有哪裡畫太多或畫太少 我們就用這個螺旋書 去把它修正一下邊邊 那看起來眉尾的部分就是還是有一點稀疏嘛 所以就是眉尾就再補一下 哪裡缺毛就補哪裡 是這一步的重點 那我們這樣子就是讓它有稍微更有毛流感了 最後一點則是濃厚的毛髮質感 但卻可以跟你的髮色相互搭配 這一點呢在眉毛的上一集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建議大家眉毛呢就是畫筆自己的髮色在淺一度 比如說如果你是深棕色的頭髮 那你的眉毛就用棕色來畫 或是說如果你是黑色頭髮呢 你的眉毛就深棕色或灰色 如果你是淺色頭髮呢 就一律用非常淺的那種眉毛 非常淺的那種眉毛 對 那我是黑髮所以我會使用睫毛打底膏 睫毛打底膏呢在用之前 你可以先在衛生紙上滾一滾 就是不要讓它上在你眉毛上面的量太多 因為畢竟它不是一個專門for眉毛的產品嘛 它還是會容易 用量稍微多一點 那剛剛的秘訣就是 眉頭往上梳 讓它飛起來 然後眉中停拉 眉尾向下 讓它去產生那種毛流感有沒有 那如果你這時候覺得有太多東西在上面的話 你可以先讓它乾等一下 因為你現在用它會還是濕的狀態會不好用 你先讓它乾掉一下 等一下最後再用螺旋酥做處理 有沒有現在那個毛流的流線感就非常的明顯 以上三步做完之後呢 你就會得到一個非常飛揚的眉毛毛流感 那如果你是眉頭很容易太濃太黑的人呢 建議這一步你就要用染眉膏來代替 才不會整個眉毛顏色看起來都一樣 就會很死 但我自己是蠻愛這種原生毛感 再加上我的頭髮其實是黑髮 所以就沒有關係 只是如果你是淺髮色或者是你的眉毛很濃很黑的話 就是用一下染眉膏就OK了 OK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野生眉教學 雖然工具好像要準備很多 可是我個人認為是非常簡單的 而且可以輕鬆幾個步驟 就讓你的妝容更精緻 反正野生眉呢最重要的還是以下三點 第一點就是 往上飛揚的眉頭毛流 第二個是 邊界不死版的毛絨感眉毛 最後一個就是 濃厚的毛髮感 但是卻可以跟髮色互相搭配 勞記這三點的話呢 多多練習你們一定也可以畫出相當水的野生眉 希望今天的心地急診室有幫助到你們 畢竟野生眉就是一直很多人瞧完 那如果有幫助到你的話呢 記得按個喜歡喔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都有新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 記得開啟小鈴鐺 掰掰